大家好,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 本视频录制时间为美东时间7月29日 这一期热点深度 继续关注海南前书记罗宝明 罗宝明退休多年,如今落马甚至是主动投案 究竟是他自己贪污 还是他沾上什么事情或哪条线上的人或是 这期视频就说这个 在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一周后的7月25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 十三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罗宝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 罗宝明是中共二十大以来 继海南省委政法委员书记刘新太后第二虎 是海南建省以来首名被查的原省委书记 是中共二十大以来 继贵州省委员书记孙志刚、西藏 党委员书记吴英杰之后被查的第三名卸任省委书记 据海南日报消息 7月26日 海南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党组、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省政协党组 纷纷召开会议 通报并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罗宝明涉嫌严 众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罗宝明最后一次出现在海南的公开场合是在5月27日 海南省政府官网显示 这一天,海南省警示教育会在海口召开 罗宝明等海南省级老干部也参加会议 并集中月看警示材料 一位中国时政观察人士则向华尔街电视频道透露 罗宝明这样的老领导老同志罕见出席 透露这个会议的不同寻常 6月份,方间极有其投案的传言 之前的热点深度已经为大家总结过 罗宝明是天津人 其履历横跨内蒙古、天津、海南三地 主要集中在天津、海南两地 曾任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等要职 纵观罗宝明履历 有两段经历历史较长 一是从1981年9月到1985年11月 仅仅用了4年2个月的时间 就从一名普通干部成为天津团市委书记 在这个位置上一杆就是6年多 二是从2001年7月到2017年3月 在海南工作长达近16年 其中作为党政负责人长达10年 担任省委书记近6、7年 可以说对海南官场影响至深 而书里公开信息可以发现 海南近两年已经有多名厅局官员落马 据统计 2022年海南有48名厅局级官员落马 2023年有53名厅局级官员落马 两年间海南落马厅局级官员超过100名 对海南这么一个小省来说震动非常大 2022年12月 海南省委宣传部一级巡视员孙苏落马 孙苏曾是罗宝明在海南担任宣传部长期间的下属 2024年海南继续加大反腐力度 多名厅局级一把手落马 3月11日 时任海南东方市委书记的田丽霞落马 4月2日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员党组副书记 厅长董县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董县曾是天津人 曾担任共青团天津市委学校部副部长 部长等职务 后跨省调入海南 担任穷中县委书记等职 2008年至2017年担任海南交通厅厅长职务 2017年退休 董县曾工作屡历和罗宝明有多处交集 都是天津人 都曾在共青团天津市委工作过 跨省进入海南 并在海南获得职级晋升 更颇为不寻常的是 董县曾也是在退休7年后被查 而根据中国媒体第一财经 有多次接触过罗宝明的人士 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这不意外 好几年前他就曾被有关部门约谈过 另有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 罗宝明此次被查 过去一两个月在海南政界已有传闻 更有传闻提到 6月11日中午 罗宝明及夫人绰号魏姐在家中被带走 随后海南方间传闻四起 三大罪状数额超十亿 上面提到的中国时政观察人士直接点出 是另一个早就被查的人物供出了罗宝明 而这个人有个响当当的名字 许家印 也就是说许家印供出了罗宝明 而罗宝明被调查 是在许家印进去不久后开始的 这中间 罗宝明也被纪委问话过几次 过去十几年 许家印的恒大 在海南 那可是有很多的项目 自2009年恒大成功在港上市以来 恒大便开始大举进军海南市场 设计项目超过13个 除了大名鼎鼎的千亿级海花岛外 还有博鳌恒大国际医院 投资上10亿恒大文化旅游城等 在2014年12月14日 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首期开盘 就创造了单日销售2260套 吸金22.3亿的成绩 号称海口新销冠 不过 这个项目后来因为虚假宣传等问题 造成了上千业主激烈大维权 也曾在海口轰动一时 2015年 应该是恒大进军海南市场的高光时刻 海花岛开盘大卖 当年许家印还投桃报李 赤资86亿 收购了香港新世界正式家族 在海口美丽沙项目3000亩土地 再度震动海南地产界 这个数字让不少人感到震惊 当年郑家纯买地才花了18亿 过了10年 竟然能卖出86亿的价格 况且这10年的时间里 新世界也没怎么开发这些地皮 投入成本能有多少 这相当于郑家纯转手一脉 净赚68亿 以至于2016年1月初 许家印来海南时 省委主要领导都出面接见 对其大家赞予肯定 甚至以至于上面提到的这个 博鳌恒大国际医院 甚至还劳神罗宝明亲自推广 在2016年9月 当时还是海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宝明 在访问美国和加拿大时 还见证了恒大健康公司 与美国布莱根和妇女医院 签署深化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 报道称 双方将加快推进在 海南不澳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和三亚海棠湾的国际医院项目 并整合资源 创新国际医院建设管理模式 罗宝明是高度评价恒大集团 拓展医疗健康业务 并积极参与 海南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决策 而许家印构思最久 恒大耗力最长的 莫过于恒大海花岛了 据说 从海花岛的构思到规划草图 从整个液态选择和布局规划 到每个建筑区内的功能分区 以及平面设计 梁柱布局 再到外立面的造型和线条 许家印都亲自上手 恒大海花岛位于海南丹州市 是填海造陆而成的人工岛 相当于两个迪士尼乐园 恒大宣传材料中显示 2012年大年初一 董事局主席许家印 夜不能寐之时 搜集了树叶 花朵等素材 对着大海反复构思 画出了海花岛的草图 海花岛全部依靠填海 来形成离岸岛屿 按照规划 一号岛上设有主题乐园 购物中心 博物馆 酒店 温泉城等休闲度假设施 二号岛以民用住宅 和度假公寓为主 三号岛盖有 私家海滨别墅 因此海花岛曾被寄予厚望 2009年 许家印启动海花岛项目 当时 丹州市政府一份文件曾经展望 海花岛项目的建设 将极大促进丹州市 乃至整个海南省旅游业的发展 项目的建设 将增加于十万个就业岗位 建成后到访的客流预计 每年达200万人次 相关产业的进驻 将为丹州市长期稳定税收 起到巨大作用 而恒大方面计划 总共投资1600亿元 将海花岛打造为 世界规模最大 档次最高 配套最全的全球人 最向往的顶级旅游胜地 满足自住 度假 养老 投资等各层次需求 缔造一场永不落幕的海上盛宴 据每日经济新闻 2023年年底报道 海花岛已收楼业主 约有60567户 未收楼业主628户 而从2022年10月底到现在 海花岛已新增约16625户 通过不动产权证办理审批 并取得证书 后续仍有大量业主 等待办理房产证 这个周期漫长 耗力巨大的超级审盘 早就令恒大无力应付 此外 根据三联生活周刊文章 丑陋建筑 海花岛39栋楼拆除风波 文旅地产狂飙落幕 海花岛 它启动于2009年 当时海南的填海造岛项目 正处于大跃进时代 一共填出12个人工岛 海花岛在众多海岛中 是规模最大 破坏性最强的人工岛 对周围的海洋生态 造成了难以抚平的伤痛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 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do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 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工 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